近期沙拉越美里一名男子到球场打玉球 怎料突然倒地晕倒 最终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年仅52岁 这种突发意外皆是不罕见 但如果当下你在场 你会怎么做 这种情况一般可以断定是心脏重停 身边的人一旦判定患者无意识 无心跳 就必须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CPR 接着开始人工呼吸 如果附近有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那更好 操作非常简单 也就是开机贴片放电 当然在抢救的同时 不要忘了呼叫999 心脏专科医生 许崇信做客百格聊一聊时就指出 及时的紧急治疗会增加生存机会 如果我们的头脑超过5分钟 没有氧气供应 脑细胞就会受损 就算救回也会产生一些后遗症 像是尺寸 质力下降 如果脑吹氧超过10分钟 脑细胞就会大面积死亡 存活率为零 当然要降低猝死的风险 有健康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 除了不烟 不酒 多运动 改善不良的饮食习惯外 还有的就是提高睡眠品质 徐医生说 只有睡得好 才能够让身体释放压力 好好充电 但要睡得香 找到一个对的睡姿非常重要 睡姿有很多种 但徐医生点出 长期趴着睡觉危险性极高 如果太累 可能会不慎窒息身亡 我几十年来都这样睡的 我小时候这样睡的 从来没有事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讲 我从来没有事的 你管你 你管我 我这样才睡得着 但是如果你老的 你有心脏病的 心肿的 如果有抽烟的 又已经是欠痒的 你肺又不好的 你这种就会更加危险了 然后有些人他是这样睡的 其实你不用什么病 有些人他是这样睡 但是他去喝酒 喝酒过后 你叫都叫不行的 那种人他自己把鼻子头 塞在枕头里面睡的 他平常他是可以呼吸的 但是你喝了酒 你整个人都很累了 你他直吸的 他都不会醒的 那种就会了 他们就会直接的脑窃养 心脏窃养 而去世而出世 至于有睡眠窒息症或肥胖症 徐医生则不建议养睡 因为这会令舌头往后坠下 近的造成呼吸到狭窄 影响呼吸 那些长期打呼 或呼吸困难的病患 切记不要喝酒或吃安眠药 因为一旦出现呼吸抑制 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死亡 说了那么多 到底哪种睡姿比较不影响健康呢 徐医生就建议侧卧 无论你是靠左还是靠右 都没有太大问题 百个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当身体出现逆常 一定要及早就医检查 唯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生存率